前男友是病交夫二代 明明有豪门未婚妻 还要把我圈养成龙中金丝雀 为了摆脱前男友的纠缠 我勾搭上身为金圈太子爷的前男友他就 商场 狭窄的更衣室里充斥着暧昧灼热的气息 我被前任的舅舅抵在墙上 英红的唇瓣被狠狠堵住 大手往裙底探去 裙摆被掀开 身下一凉 让我顿时恢复了几分清醒 我咬着下唇 故意装窃 外面有人 这里是商场 虽然被江叶清场了 但是外面还有员工 江叶喘着粗重的呼吸 咬着我的耳朵 乖 宝贝 没人赶进来的 我最担心的其实不是这个 只是不想让他这么轻易的得到我 毕竟越容易得到的东西 便越容易被丢弃 好在关键时候 江叶的电话铃声响起 他不得不去外面接听 我叫狐狸 从小变生就一副兵机玉骨 魅然天成 但美貌除了带给我旁人艳羡的目光 也让我无法摆脱男人的纠缠 我的前任秦瑞就是个并交付二代 他无法违抗家族联姻的命令 却又不舍得和我分手 把我囚禁在地下室 限制我的自由 对我进行各种折磨 逃出来后 为了彻底摆脱他的骚扰 我将目光放在身为 金圈太子爷的江叶身上 他的势力比秦瑞更强 而且是秦瑞的舅舅 于是 我开始设计出现在江叶 可能出现的各个场合中 凭借美貌和智慧 终于成为他的女友 但还不够 我要做的是成为他的妻子 才能真正杜绝秦瑞 对我的觊觎之心 晚上 我以江叶女友的身份 出席他朋友的生日宴 江叶作为金圈太子爷 战有欲又重 基本没有男兵 敢和我主动搭讪 唯独人群中 却有道灼热的视线 毫不避讳地投在我的身上 那是一个身材心长 清心俊意的男人 被人群簇拥着 戴着银丝眼镜 斯文又儒雅 只有我知道 那都只是表象 真实的男人 私底下 是个音质偏执的斯文败类 我知道 他私底下 已经找过我很久了 这次是我逃出后 第一次在公开场合见他 不由得有些紧张 心里捏了一把汗 果然 男人在确认我的身份后 大步朝着我走来 在他靠近时 我挽住江叶的手臂 江叶顺势而来 挡在我们两个之间 秦瑞眸中 划过一抹错愕 最终不得不低头 舅舅 嗯 这是你未来的舅妈 江叶对他介绍着我的身份 他的脸色越来越难看 我的内心却有种抱负的快感 最终 他还是没能叫出那声舅妈 而只是脸色阴沉地点点头 之后就走开了 宴会上有一个跳交际舞的环节 没有舞伴的可以在舞会上随机组成 而我自然是和江叶跳 一舞弊 江叶在我的脸颊上轻轻一吻 下一秒 喷玻璃碎裂掉落在地面的声音 不远处 秦瑞竟然直接将手里的红酒杯给捏碎了 碎片划伤他的手掌 鲜血喷涌而出 落在地面上开成一朵朵诡异妖野的花 他却像是感受不到疼痛一样 脸上没有半分表情 只是目光一直盯着我 让人不寒而栗 这让我想起我之前有一次逃跑 被他抓了回来 我拼命撕咬着他 用镜浑身解数 他吃痛将我狠狠一推 我的头撞在墙上 躺出鲜血来 他为了取得我的原谅 竟然当着我的面 用酒瓶砸自己的头 酒瓶四分五裂 血液将他的头发染红 他却连眼睛都没眨一下 只一个劲地问我能不能原谅他 简直就是个疯子 服务员将秦瑞带下去包扎 他只是轻轻一笑 说是杯子的质量不好 不小心碎了 我却内心忐忑 知道秦瑞这种人不达目的是不罢休 不知道后面又会来什么招 江夜去和客户应酬 留下我一人在原地 包扎后回来的秦瑞 表面上是在和其他人谈笑风生 我却总能感受到他灼热的视线 就像是鹰一样锐利 仿佛我就是他的猎物 他正在找准时机 随时都要出手捕杀 我难免有些不自在 于是找了个机会去花园透透气 庸人和客人都集中在大厅 花园里空无一人 只有我坐在秋千上赏月 忽然秋千另外一边下沉 看着坐在身边的男人 我眼角微张 本能的想要起身离开 却反被男人按住 放开我 我眼角微张 我没想过他这么大胆 这里距离宴会听很近 只要我随便一叫 那些人都会出来 他竟然敢找来这里 和江夜分手 秦瑞一字一顿 充满威严的命令道 我没好气到 凭什么 秦瑞 我们已经分手了 你有你的未婚妻 难道不许我找新男友 想起生活在暗无天日的地下室里 被他折磨蹂躏的生活 我就感到窒息 就算是死 我也不要再回去 秦瑞脸色铁青 我说过了 我爱的人只有你 和林倩如订婚 只是家族的安排 你等我一年 一年之内 我一定会解除和他的婚约 听到他的话 我被气笑了 他都和别的女人订婚了 还要让我等他一年 倘若他真的有能力 抵抗他的父母 那么这个订婚就不会有 一年又一年 他是要让我等成 白发苍苍的老太太 然后看着他们 和家欢乐的幸福模样 望着秦瑞 我冷冷道 秦瑞 我不想做任何人的小三 我可以不怪你背叛 我和别的女人订婚 但请你也放我一马 不要干涉我的未来和自由 我们好聚好散 不行吗 秦瑞脸色一沉 钻住我的手腕不断收紧 阿丽 可我还爱你 我不相信 我们之间三年的感情 说忘记就能忘记 更何况我舅舅 就是个花花公子 外面不知道有多少女人 至少我一直只有你 我对上他的眼睛 不卑不亢道 不管怎么样 我现在是江业的女朋友 而你已经有未婚妻了 我为什么要放着 京圈太子爷的女朋友不做 去给你当情妇 秦瑞面容沉郁 忽然俯下来要问我 我眼里闪过一道慌乱 一边推嗓 一边警告道 秦瑞 你别忘记这里是江业朋友家 随时都会有人来 你就不怕 秦瑞扼住我的下河 声音低沉而透着几分邪魅 怕什么 这样正好告诉大家 你是我的女人 我拼命挣扎 慌乱间抽出一只手 打了秦瑞一耳光 啪的一声 秦瑞的脸上露出一个红色的巴掌印 从小到大 秦瑞都是豪门阔少 没有人敢招惹的存在 更不要说挨打 被激怒的他双眸心红 浑身透着凛冽的寒意 他直接压了上来 将我的双手置固住 让我动弹不得 情急之下 我伸出腿往秦瑞的裆部踢去 秦瑞却抢先一步 身体挤到我的两腿之间 我在挣扎时 领口大开 傲然的事业线露了出来 秦瑞被刺激的眼里满是红血丝 咽下一口唾沫 像是饥饿的野兽 吻了上来 与其说是吻 倒不如说是咬 很快 雪白的肌肤上 绽放开了朵朵红眉 我拼命挣扎 可男女力量悬殊太大 我的反抗只会让秦瑞更加兴奋 秦瑞扣住我的后脑勺 堵住我的唇瓣 一个漫长的法式热吻后 我脸色潮红 呼吸紊乱 他紧紧拥住我 青色的胡渣磨蹭着雪白的肌肤 有些刺痛 却又有些解痒 这种异样的感觉 让我的身体就像是触电一样 阵阵苏玛感蔓延开来 看着我动情的模样 秦瑞在我耳畔 喷勃着滚烫的气息 阿丽 承认吧 至少在身体这一块 没有人比我们更加契合 我咬住下唇 身体却软绵绵的 推开秦瑞的力气都没有 秦瑞 放开我 不要让我恨你 我带着哭腔到 阿丽 回到我身边吧 只要你不逃跑 我不会把你关进地下室的 秦瑞在耳畔 寻寻善诱导 我知道你不想当小三 我会尽快和林倩如解除婚约的 你放心 我咬着牙 努力让自己保持清醒 这时 忽然响起脚步声 还伴随着江叶的呼唤 我用尽全力推开秦瑞 秦瑞却依旧禁锢住我 没有半点松手的迹象 江叶来了 你还不快松手 我脸上满是慌乱 不准和江叶发生关系 尽快分手 说不出口我来帮你说 秦瑞脸色绷紧 义正言辞 我秀眉微醋 我已经和你分手了 我和谁发生关系 都和你没关系 秦瑞没再说话 但是他也没松手 脚步声越来越近 我知道 他这是在逼我就犯 不然就不松开我 我答应你 我应或道 反正撒谎又不需要本钱 先摆脱他再说 秦瑞这才松开了我 我迅速整理好衣服 好在秦瑞没有粗暴到 将自己的衣服弄坏 不然我就真的不知道 怎么和江叶交代了 果然是江叶来找我 见我太久没回去 还以为我走丢了 我有些心虚 只说刚刚在秋千上睡着了 没想到时间过得这么快 回到大厅 可能是身上礼服比较薄 莫名有些冷 见状 江叶立即从身上脱下西装外套 裹住我的身体 双手还握住我的手 不断往里面吹着热气 好点了吗 江叶体贴地问 我微微汗手 冲江叶扬起一抹甜蜜幸福的笑 余光撇到一旁的秦瑞 面色冰冷 浑身上下透着凛冽的寒意 他手里摇晃着红酒杯 朝着我走来 我心中莫名有种不好的预感 果然他竟然装作不小心将红酒撒在了我的身上 准确地说 是我的外套上 秦瑞根本没有半点知错的态度 反而轻松一笑 不好意思 胡小姐 我楼上还有备用的外套 你要冷的话 要不要去挑一件 我才不想穿秦瑞的衣服 更何况我现在的身份是江叶的女朋友 哪有舅舅你有穿外申衣服的 不用了 秦先生 我还好 没那么冷了 说着 我将弄脏的衣服脱了下来 递给庸人去清洗 同时我也清楚秦瑞是故意这么做的 就是不想让我批江叶的外套 秦瑞一向如此 表面上看似云淡风轻 人淡如菊 其实欲望和城府最重最深 最爱玩心眼 我车里还有备用 我去给你拿 可能是单薄的我 莫名激发了江叶的保护欲 江叶主动提出要帮我去备用外套 我挽住他的手 不用了 怪麻烦的 不想你为了我特地去跑一趟 主要是他在身边 我比较安心 避免再出现刚刚的情况 江叶笑得温和 没事 不麻烦 望着江叶离开的背影 秦瑞脸色暗了下来 你以为勾搭我的舅舅 就能彻底摆脱我 如果我告诉舅舅 你是为了逃离我 才和他在一起的 你猜他还会不会接受你 秦瑞摇曳着手中的酒杯 笑得意味深长 我不在乎到 你想说就说呗 反正我也没有想隐瞒我们的过去 我的内心并没有我的外表看起来那么平静 在一开始接近江叶时 我就是奔着江叶的身份去的 也知道我和秦瑞的关系迟早会公之于众 那样就等于将我和秦瑞放在一个天平上 让江叶来选择 随着这些天的相处 我感觉到江叶很爱我 但也可能是他热恋气的表现 倘若现在说开 我还真不确定江叶会选择谁 但我唯一确定的是我不能露窃 不然秦瑞一定会将这个当做把柄要挟我 换句话说 我是在赌 在赌秦瑞比我更怕被揭穿 因为一旦说开 江叶要是选择我 肯定会护我护得更紧 像现在这样和秦瑞说话的距离都不会有 果然 听到我这么说 秦瑞的脸暗了下去 江叶拿着衣服回来 为我披上 又在宴会上待了会儿 之后江叶和我一起离开 两人到之前预定好的温泉酒店 江叶美其名曰 想带我来泡温泉 其实就是想和我发生关系 我对于这点是知道的 之前江叶追求了我半年 我都故意和他保持着不远不近的距离 就是为了让他多花费些心思 他估计早就憋疯了 不然也不会在更衣间的时候 就情不自禁 只是我不想和他发生关系 除了是想掉他胃口 还有一层原因 是因为我不是厨子之身 男人们从不会要求自己洁身自好 却会要求未来妻子为自己守身如玉 为了能顺利嫁入豪门 我得使用一些手段 为此我找到了一种药 只要放进酒里 对方喝进去后 就会感到天旋地转 意识模糊 但是不会彻底昏迷 因为男人有没有和女人发生关系 其实他们是知道的 生理上是有反应和感觉的 更不要提江夜这种万花丛中国 偏夜不沾身的花花公子 所以我要的是他喝醉 但是不能喝婚 第二天醒来 他才会稀里糊涂地以为 他是我的第一个男人 镜子面前 我用毛巾将自己的身体裹住 好在那些咬痕都给藏住了 江夜定的温泉池是比较私密的 只有我和江夜两个人 当看着我裹着浴巾出来 露出一双又白又细的长腿时 江夜的目光就一直被吸引住 我端着酒瓶坐在江夜的身边 然后给江夜倒了一杯裹酒 江夜接过我的酒一口闷 然后将我揽入怀里 灼热的呼吸喷勃在我的脖梗上 弄得我痒痒的 望着江夜沉沦的模样 我嘴角勾起一抹魅惑众生的笑 现在就只要等着他要笑发作 他深情地望着我 密密麻麻地吻落下 手也不老实 四处游走在雪白的肌肤上 我脸颊发烫 温泉池水阴晕的雾气 睁得我肌肤红扑扑的 像是绽放开的一朵朵红霉 江夜目光迷离 呼吸不稳 霸道地稳住我的唇半 浴巾被掀开 身上一凉 男人扑了上来 微微粗糙的大手 擒住我纤细的腰肢 心口忽然一阵滚烫 我担心身上的咬痕被发现 在看江夜沦陷恍惚的模样 很显然药效已经开始了 我也再没有顾虑 温泉池的水疯狂拍打着池壁 不断溢了出去 谁能想到快三十的男人 竟然这么强悍 甚至比他的外甥还厉害 但就算是腰酸被痛 我也没忘记自己要做的 将提前准备的自己的一罐血液 倒在床上 等第二天醒来 江夜看着床上的一朵红霉 愣了几秒 我担心他看出破绽 急忙抱住他 怎么了 江夜抱着我 亲了又亲 宝宝 谢谢你把第一次给了我 我一定不会辜负你 会娶你回家的 我也意识到 今天的我和他的关系 又进了一步 倘若现在他得知 我和秦瑞之前的关系 他选择我的概率 也会更大一些 江夜起身从保险柜里 拿出一串钻石项链 上面的钻石 每一颗都晶莹剔透 闪耀无比 而且每一颗 看着都有好几颗拉 共同组成一个狐狸的形状 以前和秦瑞在一起的时候 也没少出入一些高级拍卖行 我曾经见过这串项链 当时被某个富商 以三亿的价格拍走了 没想到居然是江夜 他亲自将项链拿出 然后为我戴上 那沉甸甸的感觉 让我莫名感到一种 真实接触的贵重感 我表面上还得装一装 这个会不会太贵重了 你真的就给我了 江夜从身后抱住我 亲吻着我的头发丝 当然 这个世界上除了你 谁都不配拥有 他这么说 我内心忽然有些愧疚 其实他和我在一起这么久 的确没见过他偷吃 或者不老实的行为 和之前传闻的花花公子 形象完全不一样 可我还这么骗他 是不是太不应该了 电话铃声响起 是江夜父亲的 对方似乎有些急事 江夜接听后 亲吻了我一下 然后就离开了 我将华贵的首饰 重新放在了礼盒里 脑袋里一直绷紧的那根弦 总算是放松了些 等自己真的成为了江夜的妻子 秦瑞就再也无法为难我 把我抓回去了 我享受着总统套房的服务 一边在浴缸里泡澡 一边喝着红酒 忽然手机里发来几张照片 照片中江夜换了一套西装 正在和很多人吃饭 江夜的对面坐着的 一个漂亮的女孩 害羞的不敢和江夜对视 电话铃声响起 是秦瑞的 看到照片了吗 江夜背着你和叶成宁家的女儿相亲 她也不会娶你的 那你为什么宁可考虑她 都不愿意回到我身边 秦瑞开门见山 我皱眉 这是你安排的 不然帝都江家怎么会突然和叶成宁家的搭上关系 对方顿了几秒 然后道 是我搭的线没错 但是就算我不搭线 也会有其他人的 我说过了 豪门之间的婚姻只是为了强强联合 不可能让当事人自己做主的 我眸中闪过一道寒芒 所以呢 只是一场相亲而已 又不是说一定会成功 至少我现在还是江夜的女朋友 就算她不会娶我 我也想听她亲口说 而不是你来代劳 手机那边沉默了一会儿 秦瑞忽然叹了一口气 挫败道 阿丽 是我错了 我不该订婚 我背叛了我们之间的感情 但你真的不能给我一次机会吗 我现在不解除婚约 那只是因为我现在实力还不够 你给我一年时间 我一定会恢复自由身 和你在一起的 我淡淡道 那等一年后 你再来找我吧 反正我是不会做小三或者情妇的 大家都是爹生娘养的 我为什么要做这种亲见自己的事 还有以后有事没事都不要再来找我 谢谢 说完 我直接挂断电话 将她的所有联系方式都拉黑 漂亮话谁都会说 但是能做到又能有几个 她给我画饼 我就给她画回去 在床上翻来覆去 却睡不着 虽然是想拿姜叶当保护伞的 但听到她去相亲 心里还是有些不好受 而且过往在睡觉之前 姜叶都会给我打电话说晚安的 今天却没有 不禁让我有些忐忑 她会不会真的看上了您家的女儿 把我抛之脑后了 像是一年前得知要和林倩如订婚的秦瑞 她明明说好了 只会和我在一起 会和她父母说明白 表面她爱我的决心 坚决不会和别的女人订婚 可她带回来的消息 确实让我等一年 我当即收拾东西 选择和她分手 她干脆直接将我关进了屋子里 不让我出去 后面为了防止我逃走 更是将我关进了地下室 地下室里可以活动的空间范围很小 吃喝拉撒都得在里面解决 到处都是漆黑一片 根本不知道是白天还是晚上 只有无尽的黑暗 我真的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熬过来的 也是那个时候 我才知道我爱了三年的男人 根本就是个贪婪自私的恶魔 她不想失去我 也不想失去家族的继承权和荣华富贵 现在姜叶也去相亲了 她难道也会和她一样 这种局促的感觉 一直持续到第二天 我终于接听到姜叶的电话 她说自己昨天喝醉了 睡着了 并且提出想带我去槟城度假 秦瑞在这里 我也想离她远点 干脆去散散心也好 姜叶已经和我的公司请好假了 我收拾好东西 直接下楼就行 姜叶的阿士顿马丁停在我的家门口 吸引来了很多路人的视线 姜叶已经习以为常 主动上楼去帮我提东西 然后放在车上 我坐在副驾驶上时 她又会弯腰给我系上安全带 然后在我脸颊上轻轻一吻 某种程度上 她真的是一个完美的对象 至于昨天晚上的事 我不想让她觉得我一直在监视着她 所以并没有打算和她说 但让我没想到的是 她会主动提起 昨天我爸让我去相亲 我装作第一次知道的样子 诧异道 啊 姜叶伸出一只手 抚摸着我的手 安抚道 放心吧 我和他们表明过立场 告诉他们 我已经有喜欢的人 让他们不要操心 那你没有和他们发生矛盾 毕竟像你们这种家族 肯定会讲究门当户对 我其实配不上你 我眼俭低垂 装出一副难过的模样 谁说你配不上 我的对象只有我能挑选 我说你配得上 你就配得上 姜叶坚定道 我父母那边不用担心 再过几天 宁家就要回叶城了 反正这几天 我们在槟城 他们也找不到 原来如此 难怪他突然说要带我去旅游 原来是为了躲宁家 到了冰城 第一件事就是姜叶带着我去商贸大厦雪坪 珠宝店 服装店 包包店 消费一圈下来 基本上买了好几百万 他说他喜欢看我买东西 喜欢我快乐的模样 我高兴 他就高兴 晚上 在顶级的海边酒店 享用完浪漫的烛光晚餐 我们又去沙滩上是散不消失 回到房间 自然是又得好好温存一番 有了上次的经验 姜叶食髓之位 频率也从一天一次变到一天三次 每次都缠住我不放 直到我求饶 才肯放过我 为了追求更极致的刺激 他还特意订购了海洋主题的房间 床是水床 躺下去软坦坦的 别有一番风味 彼此相拥 被睡床包裹住 水床是冰冰凉凉的触感 彼此的身体 却又像是火焰般滚烫 冰火两重天 江夜深情地凝望着我 喉解滚动 俯下身稳住我的唇绊 彼此呼吸交缠在一起 滚烫而胶着 一直到凌晨 我们才相拥而眠 我醒来的时候 江夜已经不在了 旁边放着牛奶和早餐 他留下一张纸条 说是去处理一些事物 督促我务必吃完早餐 晚上门被敲响 我以为是江夜完成了工作回来了 打开门却发现是秦瑞 我皱着眉头 怎么又是你 你到底要怎么做 才能放过我 似乎我的态度 刺伤了秦瑞 他脸色暗了暗 你跟我来 等你看完这个 你再决定 是不是还坚定地选择他 我不耐烦到 你又要整什么幺蛾子 让我跟他走 然后被他关起来 我又不傻 我当即趁着他不注意 将房门给关上 不管他怎么敲 我都不开门 秦瑞 你再继续敲 我就报警了 我威胁到 对方才罢休 但是没过多久 他给我发来了一段视频 刚开始我以为是普通的色情视频 点开看 才知道视频的主角是江夜和某个 以清纯形象示人 身材却格外火辣的知名女星 地点看着像是在夜店的包厢 而沙发旁边还放着 江夜离开时穿的衣物 两人一丝不挂 女明星趴在沙发上 江夜站在地上 女明星嘴里发出的娇羞声 让我觉得恶心 胃里一阵翻滚 最后直接吐了出来 难道江夜说的谈项目指的就是这个 秦瑞又给我发了一条消息 现在你还选择他吗 他这么一个花心的人 你始终都拿捏不住的 阿丽 快回我的怀抱吧 只有我是真心喜欢你的 什么真心喜欢 看着这些字眼 我只觉得恶心 当即回复他 你死心吧 就算这个视频是真的 我也不会和江夜分手的 更不可能回到你身边 秦瑞的身边就是地狱 哪怕江夜真的这么花心 但只要他没说分手 没赶我走一天 我就还是会继续当他的女友 至少这个身份 能让我免于被秦瑞骚扰 江夜是在深夜回来的 脸上戴着几分醉意 手上拿着视频里的那件外套 他一进来 就要抱住我 我却本能地觉得恶心 将他推开 我翻来覆去地想 那个视频的是不能让他知道 不然破罐子破摔 他要是和我提出分手 那我就没有了保护伞 秦瑞肯定会把我抓走的 似乎是看出我的抗拒 江夜皱紧眉头 怎么了 嫌弃我身上都是酒味 我摇了摇头 没有 我可能吃坏老东西 闻到酒味就想吐 闻言 江夜也并没有想太多 而是去洗澡 只是洗完澡后 他和我躺在一张床上 又开始对我动手动脚 我实在受不了心里那条防线 最终还是将事情坦白了 我打算和他谈判 只要他愿意娶我 我可以答应他在外面随便乱来 但是不许再碰我 我只需要一个江太太的身份 但我话还没说出口 江夜看到视频时 才主动喊冤 说视频里的不是他 视频是被劈过的 江夜露出后腰上的一个黑色胎记 对比视频里的真的没有 我攥紧了拳头 没想到秦瑞特意找了一个男人 来拍这种视频 骗我 简直可恶 江夜问我是谁发的视频 我不敢说是秦瑞 怕他查到我们过往的关系 毕竟我还无法百分百决定 他会在秦瑞和我之间选择我 但至少这件事证明了江夜的清白 我心里压着的那块大石头 也能放下了 后来 江夜带我去江家见父母 江家父母自然没给我好脸色 不管我如何恭敬 他们都不待见我 当时秦瑞也在江家 他找到机会 就对我进行嘲讽 说我不听他的话 来这里自取其辱 但出门 江夜就要带我去领证 说要来个先斩后奏 替我出出气 我离开江家之前 看他脸色一直阴沉 还以为他可能是顶不住父母的压力 要放弃我 但让我没想到的是 他居然要带我去领结婚证 秦瑞得知这件事实 彻底慌了 拦在我们面前 希望和江夜单独谈谈 舅舅 我想你对身边这位未来舅妈 恐怕还不是很熟悉 如果就这样草草结婚 以后怕要是后悔就来不及了 外甥有些话 想单独告诉你 我们可以单独找个咖啡厅说吗 我不由地攥紧了江夜的手臂 我知道在这种要结婚的最后关头 对我有疯狂执念的秦瑞 肯定会说出真相 让江夜不要和我结婚 我希望江夜不要答应 江夜缓缓开口 我对你未来舅妈的了解已经够多了 他好不好 我比你清楚 我也相信他会是我的良配 你有什么话 以后再说吧 他拍了拍我的手 像是在宽慰我 我没想到他这么相信我 心底涌起一股暖流 眼瞅着我们要越过秦瑞 秦瑞没忍住喊了声 舅舅 可江夜也不再搭理他 和我一起去明政局 明明距离明政局 就这么一点路 我的脚步却异常沉重 我从来不曾妄想 江夜能这么无条件地相信我 而我却辜负他的信任 做了那么多欺骗他的事 现在还要带着这些谎言和他结婚 我感到从未有过的愧疚和不安 更不想因为自己的自私 就去伤害另外一个无辜的人 我抓住他的手 站在了原地 他回首望着我 怎么了 宝宝 江夜 我有些是想和你说 我深呼吸了下 然后一鼓作气地将自己假装处子之身 和秦瑞的过往都和江夜说了一遍 江夜始终面不改色 我却觉得是暴风雨来临前的平静 我对上他的眼睛 有些不确定地问 那你现在还愿意和我在一起吗 江夜握住我的手 轻轻一笑 你以为我只是一个花花公子 啊 我不明 所以我除了是花花公子 还是江氏集团的总裁 难道我连自己未来妻子的这些信息都会不知道 江夜淡淡道 啊 那你为什么 为什么在我假扮厨子之身的时候 还不拆穿我 江夜轻轻仰起嘴角 我在等你主动告诉我 那我要是不告诉呢 那我就当不知道 江夜宠溺地摸了摸我的头 我才意识到他一直都是爱我的 就算知道我的那些过往 他也仍旧爱我 那我不是处子之身 你会介意吗 我又问江夜摇了摇头 我又不是老封建 而且我也不是啊 得到他的回答 我松了一口气 然后高高兴兴地和他一起去民政局领结婚证 后来我才从他口中得知 他很早就注意到我了 在夜城的时候 那时我是秦瑞的女朋友 他爱于舅舅的身份 无法横刀夺爱 也是从那天开始 他才从一直人淡如菊的贵公子 变成了玩世不恭的放荡顽固 为了压制住对我的喜欢和思念 他疯狂地和女人恋爱 希望能找到一个我的替代品 但每次结束后 都是前所未有的空虚 就在他要彻底放弃时 他得知了我分手的消息 而且我主动来到他的身边 他也就顺手推舟接受了我 当江家的父母得知我们领了结婚证 也只能接受我了 反正我也不和公婆住在一起 就算彼此看不顺眼 也不会影响 而秦瑞返回了夜城 据说连着喝醉了三天三夜 最后疯了似的跑回家 说他要退婚 结果家人不同意 他只能逼自己娶不喜欢的女孩 婚后他也是老实酗酒 喝醉了还喊我的名字 总是和妻子吵架 和我自然和江夜和和美美 和家欢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